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让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位于仁川江华郡的月光童话村 不愧是人情纯朴的乡村 其体验从饮食体验开始 健康食品的象征豆腐 而这不使用机器 只用双手制成 透着深绿色的光 带有独特香味的哀嚎 让我们用它来做哀嚎打糕吧 不愧是用手精心做的 味道和乐趣更胜一筹 现在让我们认识一下 村里的代表农作物 蘑菇吧 我们可以看到各种茁壮成长的蘑菇 做上孩子们最喜欢的拖拉机 开心地来一次环村游 妈妈们开始体验腌制无精泡菜了 虽然认为家中常见 常吃的是泡菜 但用无精制成的泡菜 只有在江华才可以吃到 所以更加特别 而且在海边渔村一定会遇到我们的朋友海鸥 通过给他们喂食 让我们感受离大海更进一步 像这样 通过让所有年龄段的人 享受各种体验 更加丰富了在月光童话村的旅行 同时 江华还有许多令其自豪的东西 不仅有用于制药的江华药用哀嚎 还有将被称为棺草的枝盖染色后 一条一条编织在一起 绣上花纹而制成的花纹席 以及散步小路 那里有清新的空气 美丽的自然风景 在那儿漫步时 到处都可以见证韩国的历史 不知不觉感动心灵的 江华岛独具特色的美景 像童话般温馨轻松的旅行 让我们相约在月光童话村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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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